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1月30号 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长当选真卢秀艳 当选之后也不得闲 积极地完成了卸票行程之后 也拜访地方大佬 来征询小内阁对象 而距离市政团队的交接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也得加快脚步 让小内阁就定位 而这一天在大理总部 是率先公布 台中市政府的新闻局局长 将会由吴皇生担政 吴皇生在选战期间 是负责卢秀艳处理新闻的 选战大将 今年30多岁 原本是台中市议员 严厉敏市议会研究室主政 熟悉市政业务 而在选举期间 更迅速掌握新闻的进度跟发展 及时发布与回应媒体新闻 未来建构新市府 与媒体的良好关系重担 也将由他承担 距离新市政团队交接胜不到一个月 外界对于台中新市政团队的内阁人选 相当好奇 这天台中市长当选了卢秀艳 在大理总部宣布第一任的首长 新闻局长将由吴黄胜来担任 他加入我的团队以后这次来帮忙 让我大为惊艳 非常的欣赏 那有我相信记者朋友们 对我比他更了解 那他原来是我们党团的助理 国民党在市议会的助理 那选举期间需要很多的人帮忙 所以我去借降 那当然我不只是借他一位 我从四面八方 在我这次的这个竞选总部里面 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年轻人来参与 唐氏新科新闻局长黄生 今年30多岁 血精力丰富 原本是市议员严厉敏的助理 这一次选战加入卢秀艳团队 迅速掌握新闻进度与发展 及时发布与回应媒体新闻 符合卢秀艳要延览青年入阁的承诺 卢秀艳表示 自己是媒体出身 选战期间看见黄生 短短半年内表现不俗 因此抢线发布地位人事案 希望幸好台中就从年轻人开始 介绍专案台中常报导